好 那今天終於要公開這個小天地 還有我生命中很重要的男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文希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集就是想公開屬於我的小天地 我相信大家都會想知道平日我拍片的地方 還有我這個地方已經是租了兩年 所以我也想分享我自己的心得、感受 還有分享給大家看這裡的環境 其實這個studio我不是自己一個租的 我是和我朋友一起租 其實這位朋友就是經常都會出現在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平日他都會跟我去旅行 還有他算是我最親密的朋友 所以我也要介紹一下他 就是在我後面 他就是我小學同學 自我介紹一下 我跟阿超 你很小聲啊 我叫阿超是他的小學同學 已經是認識了十幾年 我也想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和你的關係 解答一下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租這裡 本身我們租這裡都是在猶豫的 但是有一些原因 所以就已經立即找這個單位 然後租了這裡 這裡是給我們做事 他溫習 是不會睡覺的 不會過夜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我和他同居 我們是大天 那時候呢 我們有一次出來吃飯 那時候呢 全部堂食都禁止了 那時候買外賣了 大概冬天來十幾年 本身那個飯已經是暖暖的了 再加上那個風呢 其實是冬飯來的 我們兩個就坐在街上吃 那我們就覺得很慘 為什麼我們 我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 然後可以約一起吃飯 跟朋友聊天 我又不想叫他上來我家 因為我們本身也有個想法 想有個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是吃完那頓飯之後呢 就決定 我們不如租個studio 那當時呢 我就在Hot Time讀書 就想找這個地方 靜靜地可以做自己的事 我呢 就是想拍片 或者剪一下片 在家裡的話 就是當然我有自己的房間 但是真的很需要這個自制能力 對 還有這個自律性 那我家裡養了兩隻小狗 妹妹和喜喜 他們就經常都在那裡嗟我 那每一次回到家的時候 就會不斷吵我 然後我就會 情不自禁地 不斷摸他們 又有石頭 又抱又爽 到最後我就想 我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的東西 可以騷擾到我 就決定了 要租studio 計算租金等等 然後再除異敵話 我就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範圍 加上呢 其實這裡就超級近火車站 都比較近我們家裡的東西 當然都要馬上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這個studio的環境和多大 其實這裡只有150呎 但是呢 門口一看進來的時候 也是十分空曠 其實這個樓底也是十分高 最喜歡這裡的原因就是 有L字窗 採光也是十分好 那個裝修環境也是想像家裡一樣 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暖一點 所以都是採用了一些比較暖色系的架子 然後門口旁邊的位置 就放了一個白色的儲物櫃 其實上面就放了一些香薰蠟燭 香水 另外還有不同的裝飾器 我看到這個箱子是放了一些錢的 我們是有在這裡打麻雀的 然後那些朋友來這裡就當抽水 就會拿少少零錢在這裡 其實我們這副麻雀呢 可以過一個來 其實就是在這個沙發後面 它是一個摺的麻雀 所以我們就放在這條縫裡 那你覺得整個室室裡最舒服的是什麼位置呢 這兩個位置 為什麼呢 你示範一下 平日蠟燭開它 就會在這裡睡 那當然 真的各有各睡 不要想那麼多 哈哈 這張床 算是一個椅子 都真的挺舒服的 因為它是可以自己調節高度 可以坐得很舒服 或者可以睡在這裡都可以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兩張東西 我記得它之前是直接開了冥想的音樂 然後就在這裡睡覺 看看我的Outfits片 就是用這個衣架 放了所有的衣服 比較輕便 所以我可以把它不停移動 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塊全身鏡 其實也挺大塊 加上我們這裡的地方 不是很大 但是真的 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它現在還在這裡放著 那大家看完之後 會問價錢上的問題 那這個就交給你了 大概每人除花開 二千三二千四 還有一個 五千元不用 那其實就已經可以租到這個單位了 我會想這個單位這麼小 剩不值五千元呢 那時候的環境 狀況 平均分開 都是二千五一個月 那我們覺得 其實都值得去付這個錢出來 所以我們就決定租這裡 那說了價錢之後 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決定租這裡 它裡面這一層 就已經有十間房 自己是開 用鎖匙 用鎖匙開 這間房 它是需要先入了一個密碼 它本身的管理方面 和安全方面 我都覺得是比較好 它外面的環境都是很新正 其實這一層呢 就已經有一個公共的廁所 正常有人清潔過廁所的 本身有些studio 裡面是會包上廁所 那時候我們都在想 要不要買廁所 但是本身我們又不會睡在這裡 而且最重要 如果有個廁所起到的 我自己很怕會有一陣廁所味 打理得不乾淨 或者有些什麼 爆水渠等等 這些東西 超級麻煩 所以我們就決定 不租有廁所的studio 還有雪櫃也是公家 還有有睡機 睡機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想來工作都幾個小時 所以我們有私家杯 我想說這個是它送給我的 很用心 選了這些健康新枝 小吃鹽多吃醋 小吃肉多吃醋 健康生活 傳媒做不到的事情 我會是覺得很用心 冷水之餘都有熱水 所以如果 沖飲喝 滾杯麵都不是問題 真的想租一個studio工作室的話 都可以觀察一下有沒有這些工家的設備 有一個都是最重要的要點 就是他們地下關門的時間 工廈有些規例 不知道過了幾點就要關閘 對 因為有些工業大廈我自己問過 你11點半12點就已經關門 那只可以出不可以入 我們這裡的好處 雖然它就說關閘 但其實它是虛染的 還可以上來24小時進出 這裡它是有個管理員 它是24小時 就算你很夜走的時候 都不需要擔心很靜 或者沒有人 我們這裡就好一點 也有些街燈 還有因為近火車站 就是怎麼都會有少少人流 第一我覺得可以看租金 第二看公共設施 就是剛才廁所 雪櫃 水機 那些可以看附近環境 會影響你的安全性 或者附近的街道會不會很黑 一定要實地考察一次才決定 還有衛生也是很重要 如果下面有很多食肆 有大垃圾房的蛇蟲書 那些昆蟲就會多一點 我們這裡都已經租了兩年 那你自己有什麼感受 都挺舒服 因為有自己的空間和地方 因為我現在讀書 基本上都會在這裡 現在兩年後我畢業了 可能幫朋友會做一些 配合貨 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順便買一買廣告 我吃又吃 因為她的朋友 是買這個壓力物 他都借了我們一個小小的空間 去裝貨 覺得這裡還有空間 讓我可以放一些小的東西 以上那麼多的YouTube影片 其實都是在這裡拍 算是令我成長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有試過同時間出現 我在這裡找書 她在這裡拍片 即是如果你需要和朋友 去夾一個工作室的話 那其實這些方面 都是要夾一夾 由一開始我們租這裡 還有可能買一些家具等等 其實所有事情 我們都是一起聊 都完全沒有任何鬧交的狀況 好 那來到最後了 不如問問你 你會不會再繼續租這裡 不會啊 因為我始終還是在跟家人住 如果租房子的價錢 就是用來租這個studio 仍然是很花雪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個空間 令到我們真的做事 最近這幾個月 我都想過搬出去住 始終這麼大個人 但是呢 我都會想一想 我都會很想有一個自己私人的空間 真的生活 我都會有機會搬出去住 但是這裡呢 我都應該會繼續做 因為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可以提供到 還有我覺得如果真的有一個地方 大家都可以聯移到活動的 那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有些朋友都真的會說 上來打麻將啊 玩黑卡遊戲啊 晚上想聊聊天 其實都可以來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小天理呢 就是我跟他一起做 最重要就是 大家要搞清楚我跟他的關係 哈哈哈哈 因為真的太多人說 他是我男朋友 因為真的friend了太久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噁心 好啦 我們都不說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呢 上早工一下 看看有什麼注意 或者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給他 他呢 都可能會幫忙答 那所以大家真的有些問題 就可以直接問啦 還有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like這條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加上分享給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